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傻眼的一个消息 11月9号,根据媒体报道 最近在部分韩国小学中学流行一种叫做 一天玩游戏的游戏 就是把同学压在下面 然后其他学生们趴在上面堆起来的游戏 而孩子们称这事为一天玩游戏 或者是压死游戏 而韩国失踪是一所中学的金老师向媒体表示 自己亲眼目睹了学生们 把身材矮小的同学们推到墙壁上 然后七八名男学生压迫着他玩耍 感觉学生们比认知事件的严重性更是倾向于模仿 这很可能是因为在SNS上 相关事故的影片没轻没重的传播太多 很担心这种游戏会蔓延到整个学校社会 其实在我小时候我们也有常常玩这种游戏 不过当时我们叫它是汉堡游戏 因为很像是汉堡 而当时老师们也有说过这种游戏很危险 尤其是压在最底下的同学 而今天根据媒体报道来看的话 最近就是有一些屁孩们把这个游戏当成是一天文游戏了 这种游戏小时候确实玩过很多次 但是真把名字那样叫的话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 昨天在热搜看到了 有人看到高中生玩这个游戏后受到打击的内容 真的有在玩 我们家最小的弟弟是中学生 他的一个同学因为需要玩一天文游戏 或想踩他趴在上面 结果把一个男孩的肋骨给弄断了 我是中学一年级的班主任 真的有在留心 今天早会时间我还教训了他们 我前天在公园看到小学生们说 我们来玩压死游戏吧 而受到了打击 看来是真的有在流行 对于部分学生们之间流行一天文游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感人的成功记 在韩国最有名的拉面 应该就是农心公司的新拉面 而他的竞争对手就是 不倒翁公司的金拉面 而金拉面的韩文是金拉面 旁贵孙云南成员金的名字是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6年前的2016年7月13号 旁贵孙云南的一个VLAB片段 我的名字可以看到 你拉麵的模特兒 確實嗎? 我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你兄的夢想 看著吧 用拉麵 看著吧 滑倒也會爆發 結果在6年後的2022年11月 金終於代言了秦拉麵 跌倒也會馬上站起來的品牌KK 本來就很喜歡 現在更喜歡秦拉麵了 從現在開始拉麵只吃秦拉麵 但是有因為臉太帥而看不到拉麵的缺點 怎麼能長得這麼帥呢? 現在只剩下秦內耳了吧 然後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金的solo歌曲《The Astronaut》 也進入了美國皮革的哈佩排行的51位 這樣看到金在當兵之前 歌曲也好 綜藝也好 廣告也好 都做得這麼好 真的很高興 好啦 很慢 啊啊啊啊 好 啊 很久不記得 玩的 玩的 基本上 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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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and 玩的